大家好,上期跟大家分享过盆栽丝瓜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家的地栽丝瓜 看上现在已经成了幼瓜 当我们的丝瓜生长在中期的时候 给它养护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施肥方面 当羊猪进入了升级生长之后 它就会吸收大量的养分 如果在开花期营养不足 茎叶生长变弱 拆后期的产量也会大大降低 所以当我们的丝瓜在幼苗吃的时候 一定要以蛋肥为主 当我们的丝瓜苗结成第一个瓜的时候 就以蛋链甲肥为主 蛋链甲肥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三岩肥 或者是像这种鸡粪 鸡粪是一种生物有鸡粪 我们用来给它适用的话是最适宜的 因为这种鸡粪它富含有益菌菌非常充足 是一种微生物积肥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就会分解出毒氧里面的腐质剂 使毒氧疏松透气 让这个根式更好的生长 因为丝瓜这种植物它扎的根非常深 所以我们使用这种有机肥的话 肥率起久 那么这个鸡粪就会有着 源源不断的养分失收 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不然这个鸡粪养分不足 就会影响后期的产量 直接给它浅埋就可以了 除了给它根部肥之外 因为它正处于生级生长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喷洒一些叶面肥 叶面肥的话一般都是以磷甲肥为主 也就是像这种磷酸、药、金甲 七到十天给它喷吸一次 助使它花芽分化的多 形成果实更加多 像我这颗丝瓜 就是刚开始结的第一个瓜 所以在后期养护 无论是水肥管理还是虫害 都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要请观察它的长势 一旦遇到虫害或者是其他问题 就可以继续的发现 继续的把它救治好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